成吉思汗,一个神异般存在的名字,曾经作为草原英雄的他,不仅只有弯弓射大雕的天生神力,更有挥斥方球,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伟大功勋,而这位钢铁一般铸就的草原领袖,却有着一段极为悲惨的童年,与一场场激进丧失性命的残酷激烈草原争斗。 也许,正是这样一段独特的悲惨而壮烈的人生经历,才让这位草原英雄逐渐养成了一种特殊嗜好,而如今这种特殊嗜好却屡见不鲜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作为蒙古起研部落首领也肃该之子。铁木真原本有一个幸福而富有的童年,可是,命运的转折点却发生在他13岁那年,那一次,慈父也肃该带着爱子铁木真来到草原上, 一个很有实力的部落求亲,将儿子求来一门与该部落首领女儿贝尔帖的婚姻。 不曾想,在即将返家的前夜,父亲也肃该却被人在酒中下毒,归家不久后便毒发身亡。 也肃该的突然离世,让起研部落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,部落大多数人都纷纷作鸟受散,投向太赤乌布,父亲的离去不仅仅是给了铁木真精神上的打击, 也让他们母子五人,补偿了事态炎凉的真正含义,见他们家失了时,众部落纷纷将他们嫌弃,原本富有的家庭瞬间陷入困顿,为了活下去。 坚强的母亲只能靠减野果,时废柴艰难地维持生计,将兄弟四人拉着长大,铁木真幼时十分顽皮。 有一天,兄弟四人去河边钓鱼,当他钓到一尾金色的鲤鱼时,十分开心,没想到竟被弟弟别克铁和别乐谷台二人抢去。 此时,愤怒的铁木真静大胆的一剑射死了别克铁,从这也能看出铁木真自小便残暴狠辣,事情被母亲知晓后。 母亲大怒,对铁木真严加训斥,此后,铁木真就生活在母亲的严加管理下,这对他一生造成了重大影响,铁木真长大成人后,太赤乌布的塔里呼台担心铁木真兄弟会威胁自己的地位,于是便要斩草除根。 幸亏铁木真聪明激紧,藏在羊毛车里逃出生天,再一次又一次追杀与逃亡中,铁木真逐渐认识到,只有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,才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。 于是,铁木真结交蒙古贵族扎木和,并与其成为安达,共同抵御各部落的攻击,随着铁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他率领的起研部落,已然有了自己的护卫组织,以及一支十分骁勇善战的队伍,其实力足以与扎木和所率领的扎达兰部相抗衡,然而,扎木和并不希望铁木真做大做强,脱离自己的掌控,二人因此离心离德,最终反目为仇,公元1190年, 扎木和与铁木真的仇家太赤巫不联合,率精兵三万攻打铁木真,铁木真力不能敌。 被逼入一段狭长地带,身负重伤,差点死去,俗话说,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熬过危险期后,铁木真伤势恢复得很快。 更幸运的是,扎木和这小子居然将俘虏大肆残杀,引起军事滑变,于是,扎木和下属的大量士兵纷纷投向铁木真,使其势力得到空前壮大。 有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后,铁木真的腰杆才能挺直,于是,他马上率不向可以与扎木和相抗衡的扎里汉投成,决定和兵一处,共抗扎木和。 这扎里汉背后有机人撑腰,军事实力雄厚,于是,当铁木真来到扎里汉麾下后,便积极怂恿扎里汉向扎木和发动进攻,扎里汉为了自身利益考虑,同意了这个请求。 经过两场大的战役,扎木和的势力逐步被削减,这使得铁木真迅速占据的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区域,但是,铁木真势力的日益壮大,却引起了扎里汉的猜忌, 这个时候,扎木和趁机煽风点火,挑拨离剑,虽让扎里汉下定决心,消灭铁木真,一场真杀驼之战,打得铁木真狼狈不堪,凉尽兵亡,在最艰苦的日子里,铁木真只能杀战马果腹,喝脏水解渴,当时,他对盖仅存的4600名部下指天发誓,倘若有一天,我统一天下,定当与诸位共享荣华。 一时间,将士们内心激动,对铁木真更加效忠,话说扎里汉打了打胜仗,便骄傲自满,整天花天酒地,吃喝玩乐,结果被元气恢复的铁木真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,托里汉的主力被消灭殆尽,托里汉的败亡让扎木和惊出一身冷汗,顿时有唇亡齿寒之感。 再者,自从那次杀降,导致军事滑变后,扎木和手下军队已然出现了军纪涣散,矛盾尖锐的严重问题。 这与铁木真所率领的战无不胜的铁军形成了鲜明对比,由此,铁木真轻而易举地就将扎木和击败。 加快了统一草原各部落的步伐,公元1206年,45岁的铁木真在沃南河源头接受各部落首领的朝拜,并且敬上尊号,成吉思汗。 至此,大蒙古国正式成立,其家族也有了黄金家族的尊称。 此后的铁木真,更是身跨列马,屡起征伐,仅仅只用了几十年时间,他就消灭了王熙夏。 西辽及中亚的花辣子魔,其征服足迹原底黑海海滨,人们常说,铁骨之下必有柔情,事实也的确如此,铁木真每每征服一地,必将俘获一批妇女,充实自己后宫。 据传说成吉思汗一生共有五百多名妃嫔,其中大部分是从各部落,各国鲁来的,而在选择这些女性时,成吉思汗却有一个特别的癖好,那便是喜欢已婚的成熟女性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一般说来,男人多半喜欢年轻,貌美,充满活力的少女,所以。 但凡成功男士,其婚姻都会出现老夫少妻的现象,比如年过花甲的李世民就将年仅14岁的五妹娘作为才人,但凡事都有例外,比如萧雄曹操就很喜欢已婚成熟妇女,想不到一千多年后,同为一代萧雄的铁木真也与曹操有同类癖好,难不成他是曹操投胎转世不成,这自然是个玩笑。 通过分析,不难看出铁木真喜欢已婚女子的几点理由,首先,通过前文的描述,我们已然知晓,铁木真有一段积极悲惨与孤独的童年,父亲的突然暴毙让平静幸福的生活土崩瓦解。 取而代之的是,颠沛流离,东躲西藏,食不果腹,担惊受怕,这样混乱无序的日子导致了铁木真孤僻,执谬,暴力的性格,狠心杀地,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,唯一给他生存勇气与力量的,只有母亲。 正是这个伟大的女性,才使得铁木真在一次次孤独与绝望中显向还生,重拾信心。 因此,这种特殊的经历,必定会给铁木真带来严重的恋母情节,以致潜移默化。 在今后的择偶审美中,铁木真都会将如母亲一样的大龄、已婚、成熟的女性作为参考标准。 此外,在蒙古习俗中,本来就有父亲死后,儿子娶母为妻的习俗,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,有着维护血统纯正的积极意义,并非汉人道德层面上的伦理之举,因此,娶大龄成熟女性。 在蒙古人群体中,本来就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,用不着大惊小怪,成吉思汗作为一代战神。 在对各部落的征服中,为了彰显自身实力的强大与威慑,通常都会将部落首领的女人当作战利品收编自己营仗,这既是对战败部落的羞辱,也是蒙古部落强权政治的一种鲜明体现,最后,便是最重要的政治联盟。 一个部落要壮大,就免不了要收编或者结盟一些颇具实力的部落,而比起展示武力与金钱收买,联姻不失为一个最实惠的方式,而部落中的成熟女性,她们一般都具有广泛的人脉与一定的治理经验,因此,与这样的女性结合,相当于将半个天下捏在手中,铁木针的正妻贝尔帖就是一个颇有智慧与手腕的女子。 在铁木针统一草原各部落的战斗中,贝尔帖都给出了许多实用性的针枝灼剑,因此,将这样的女子放在枕边,对夺取天下,征战四方事半功倍。 铁木针喜欢大龄已婚女性的癖好,既有个人心理因素的成分,也有民族习俗遗传下来的基因,更有其他方面的考量。 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体,需要我们抛开固有认知,去设身处地地带入情境,以一个元朝蒙古人的思维去判断成因,答案便会立马浮出水面。 公元1227年8月25日,征战一生,开创伟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与世长辞。 享年66岁,在他开创性地取得的丰功伟绩中,除却他勇敢智慧,辉红大气外,自然也少不了身后那群成熟女性的相助。 换而言之,恰恰是因为成吉思汗这个独特的癖好,才使得他能顺利地建立横跨欧亚,超前强大的蒙古帝国,以致被后世嘖嘖称奇。 公元1162年,一个注定不平凡的生命诞生在蒙古高原上,这个被赐名为铁木针的婴儿, 日后将以成吉思汗的称号名震天下,然而,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眷顾这个未来的征服者。 铁木针出生于蒙古部落的首领家庭,本应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,但是,当他年仅九岁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, 他的父亲也肃该被仇家毒害身亡,留下年幼的铁木针和其余家人在残酷的草原上挣扎求生,失去父亲的庇护。 铁木针一家顿时沦为部落中的契儿,他们被迫离开原来的居所,在广袤的草原上颠沛流离,饥寒交迫,朝不保夕成为了他们的日常。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,铁木针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重担,与兄弟们一起打猎。 采集,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这段经历对年幼的铁木针造成了深远的影响,失去父亲的庇护,加上部落的冷眼相待,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。 而母亲霍艾伦虽然坚强勇敢,但作为一个普通的草原妇女,她能给予孩子们的关爱和呵护终究是有限的。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,铁木针既缺少父爱的指引,也无法得到足够的母爱滋润,这种双重的情感缺失,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,她不仅塑造了铁木针坚韧不拔的性格,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她日后对女性的偏好。 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期,铁木针逐渐成长为一个勇武过人,足智多谋的青年,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开始在蒙古高原上崭露头脚,通过联姻,结盟和征战,她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,最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。 在这个过程中,铁木针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,她不仅是一个勇猛的战士,更是一个善于用人和组织的领袖,她打破了蒙古部落原有的血缘关系,建立了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实进制军事组织,大大提高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。 1206年,铁木针在诸部落的推举下正式成为大蒙古国的大汉,号称成吉思汗,这标志着她从一个部落首领上升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,从此,她开始了席卷欧亚大陆的征服之路,然而,就在成吉思汗事业蒸蒸日上之际,一个奇特的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,这位威震天下的征服者似乎对已婚的成熟女性有着特殊的偏好。 无论是在征服的过程中,还是在选择后宫非嫔时,成吉思汗都表现出了对这类女性的独特青睐,成吉思汗对已婚成熟女性的偏好,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,在传统的蒙古社会中,虽然抢夺他人妻子的行为并不罕见,但像成吉思汗这样,公开表现出对这类女性的偏爱,还是相当少见的。 这种偏好体现在多个方面,首先,在征服过程中,成吉思汗常常会把被征服部落中漂亮的已婚妇女带回自己的后宫,其次,在选择非嫔时,她也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结过婚。 有过生育经验的成熟女性,最引人注目的是,她的正妻贝尔铁在嫁给她时已经四十多岁,比她大了将近二十岁,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虽然不至于完全不可接受,但也确实引起了一些非议,特别是在与其他文明接触后,这种做法更是被视为有被伦理。 然而,成吉思汗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非议,始终坚持自己的偏好。 那么,是什么原因导致成吉思汗产生这种独特的偏好呢? 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多种解释。 许多研究者认为,成吉思汗对已婚成熟女性的偏好,很可能源于她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,正如前文所述,铁木珍在九岁时就失去了父亲,随后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。 在这个过程中,她不仅缺少父爱的指引,也无法得到足够的母爱滋润。 这种双重的情感缺失,可能在成吉思汗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,对于成熟女性的偏好,可能正是她试图弥补童年缺失的母爱的一种方式,已婚且年长的女性往往更加成熟稳重,更具有母性光辉,这恰恰是年幼的铁木珍所缺乏的。 此外,成吉思汗的童年经历也让她早熟而坚强,这可能使她更容易欣赏和理解那些经历过人生风雨的成熟女性。 在这些女性身上,她或许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,那个在艰难时期坚强支撑整个家庭的女性。 心理学家指出,童年的创伤经历往往会对一个人的成年行为产生深远影响,在成吉思汗的案例中,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,她对已婚成熟女性的偏好,可能正是其内心深处对母爱渴望的一种外在表现。 然而,仅仅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解释成吉思汗的这种偏好,显然是不够的。 我们还需要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理解。 事实上,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,对已婚妇女的态度与农耕民族有着显著的差异。 由于游牧生活的特殊性,这些民族往往对婚姻关系有着更为宽松的态度,抢夺他人妻子,或者继承已故亲属的妻子,在游牧社会中并不罕见。 这种文化背景为成吉思汗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,在蒙古人的观念中。 女性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资源或战利品,强者有权利获得更多、更好的女性,这被视为实力和地位的象征。 此外,游牧民族还有一种特殊的婚姻习俗,称为收纪婚。 当一个男子死后,他的妻子可以由其兄弟或其他近亲继承。 这种习俗的存在,使得已婚妇女的再婚在游牧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。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,成吉思汗对已婚成熟女性的偏好虽然可能引起一些非议,但并不至于完全不可接受。 相反,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彰显。 值得注意的是,成吉思汗的这种偏好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喜好,他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。 在建立和扩张帝国的过程中,成吉思汗经常通过婚姻来巩固政治联盟,取已婚的成熟女性。 尤其是那些来自重要部落或家族的女性,可以帮助她快速建立政治关系,获得新征服地区的支持。 但是,这些成熟女性通常在其原有家族或部落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人脉,通过将她们纳入后宫,成吉思汗不仅能够获得这些女性家族的支持,还能利用她们的经验和智慧来辅助统治。 例如,成吉思汗的大菲贝尔铁就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,他不仅是成吉思汗的贤内主,在许多重大决策中都给予了宝贵的建议,还帮助成吉思汗处理了许多复杂的部落关系。 此外,这些经历丰富的成熟女性往往更能理解和适应复杂的宫廷政治,也更容易在后宫中保持稳定,减少内部分争,这对于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秩序也是有利的。 因此,成吉思汗对已婚成熟女性的偏好,不仅仅是个人体好,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智慧,它是其灵活多变的统治策略的一部分,为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扩张提供了独特的支持。